這裡是自說自畫王國 歡迎光臨 決定要來自言自語一下 因為最近常常在整理自己的創作 意外發現 也沒有那麼意外 就是赫然發現 其實默默寫歌 竟然也寫了20年了 我覺得每一個東西 在翻出來的時候都還蠻珍貴的 然後20年的那個筆記本加起來 真的還蠻令人感慨的 字跡也有變化這樣 仔細想一想 一開始跟創作有關的 最早的印象 感覺會是小時候 偷偷學姐姐彈鋼琴的時候 後來發現就是在鋼琴的黑鍵上面 的五聲音一些是非常好發揮 你不管怎麼亂彈 它一定會和諧 而且一定會好聽 所以我就很喜歡亂彈那些 我記得我當時最常對著鋼琴亂彈的主題 就是正板橋的 四十田家苦樂歌 它是講農家的四季 然後我就會自己想說 春天的那個感覺是什麼樣的音樂 然後就在鋼琴上面亂彈 那好像是第一個 可以稱之為跟創作有一點點關係的開始 後來呢 當我喜歡上流行音樂的時候 我第一個接觸的就是王菲的天空 在王菲的作品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那種 什麼都去嘗試一下 所以獨唱組我也報名 合唱組也報名 然後創作組我也報名 但報名的時候呢 我根本一首創作都沒有 於是在期限前我就逼自己一定要趕快寫出一首歌來 結果那個歌呢 後來也不小心就得了獎 這樣才覺得 喔 所以其實我的創作雖然聽起來稀奇古怪 但是是會被接受的嗎 所以從那之後呢 其實那一年就一直嘗試在寫歌 寫歌的第一年就是2000年的時候 那一年寫了九首歌曲 有一些歌呢也有跟大家發表過 可能聽過像是第一首《虧》啊 然後《後悔莫及》啊 《墜落》啊 《降落練習》 《存在人生基因》 《遲到千年》 這些都是第一年的時候寫的 喔還有寫肖靜騰的《多希望你在》 也是我人生20年前的第一年的作品 然後第二年呢 2001年呢就瘋狂的亂寫 想到什麼就一定要把它變成歌的那種感覺 所以第二年寫了21首歌 這一年的歌曲 反而大家聽到的比較少 像是《墻外的風景》 一開始其實它有另外一個版本 叫做《無關》 就是與你無關的那個《無關》 然後還有一些歌詞 像是《偷銜的翅膀》啊 《草》啊 所以偷銜的翅膀跟草 算是第一次幫別人填詞的歌曲 對那時候就是跟心儀還有小薇 一起創作的這些歌曲 然後那一年大家比較熟悉的歌曲 應該是後來有收復在 蘇達綠的第一張專輯的 《相對論4》 但其實就是 《相對論》是有1、2、3的 會不會有一天這些歌可以跟大家見面 但我覺得機率是很低啊 那這兩年的作品 我們就讓大家聽一聽 二十年前的我是怎麼唱歌的 這個歌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希望你在》的那個demo版本 一小段 歌曲 《偷銜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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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